嗨,各位小朋友,我是舰长,大家晚安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北极熊呢? 那你们有听过,北极的冰块正在急速地融化吗? 那为什么冰块急速融化会造成北极熊的食物越来越少呢? 小朋友,这些问题你有想过吗? 今天,舰长呢,要来念北极熊的遭遇会轮到我吗? 现在,我们来听故事吧! 这只北极熊,名字叫做暴风雪 有着一声雪白耀眼的毛 它诞生在某个暴风雪肆虐的日子 所以它为什么叫暴风雪? 各位小朋友,你们应该也知道原因了 北极一年比一年还要温暖 海水没办法结成冰 无法越过诺大的海洋去寻找食物的暴风雪 变得越来越消瘦了 虽然十分危险,但暴风雪为了填饱肚子 还是不得已前往人类的村庄寻找食物哦 暴风雪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的残渣 突然啊,有样东西吸引它的目光 暴风雪看见一张照片 照片上呢,有头黑白相间的熊 被人们热情地包围着 然后暴风雪它就这样看了好久 这时,一个小孩走出屋外 发现暴风雪的身影 是北极熊! 村里的人听见小孩的叫喊 纷纷跑来,想要赶走暴风雪 人们相当警戒暴风雪下山来到村庄 他们大喊 不准再靠近这里 这头可恶的北极熊啊 孩子们被暴风雪丢石头 这时候呢,村里最年长的老人说 以前天气寒冷的时候 北极熊是不会来到村庄的 老头,别多嘴 那些家伙只会造成村庄里的麻烦 更会威胁孩子们的安全 下一次,我绝对不会犯过他 这时老人回答 唉,在那之前 你先少喝点酒吧 嘴成这样 还有办法用枪瞄准北极熊吗? 孩子们听到老人说的话 全都笑成一团了 猎人紧握着他的猎枪 然后说 老头,下次你就知道了 暴风雪呢,慌张地逃出村庄 然后踩到融化的雪滑了一跤 滚进了烂泥巴里了 暴风雪可不是佩佩猪哦 它并没有特别喜欢在泥巴里打滚 暴风雪大口喘着气 确认人类已经不再追赶它了 它才放心 一只手臂上沾满了黑色泥土的它 它觉得非常的筋疲力尽 暴风雪看着手臂上的黑色泥土 想到了一个办法 它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 小朋友,你觉得 暴风雪抓起地上的泥土要做什么呢 难道它因为没有食物吃了 就改成吃泥土吗 隔天,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 一个小孩在村庄入口 发现了什么 然后惊讶地瞪大他的双眼 小孩发出惊叹的声音 哇 其他的小孩也看到了 叫喊着村庄里的人 大人们听到孩子激动吵闹的声音 纷纷走出屋外 一探就近 这时,躺在躺椅上 喝得醉醺醺的猎人问道 这群小鬼子瞧什么 叔叔,快看那边 什么,哪边有什么 村庄发生不得了的事了 竟然,竟然,竟然有熊猫 村民们从没看过熊猫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猎人说道 我怎么觉得跟北极熊很像啊 怎么可能啦 北极熊穿没有黑色的毛呢 那是熊猫 而且还是一只很可爱的熊猫耶 可是,好像啊 哎哟 这个人久还没醒吧 你看清楚点啦 怎么可能是北极熊呢 村民们不理会猎人的疑问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的村庄来了 珍贵的动物呢 孩子们呢 小心翼翼地靠近熊猫 大人们也好奇地 围绕在熊猫的身边 其中啊 一个孩子伸手摸了熊猫的头 熊猫舔了舔孩子的手 然后其中一个小孩 开心地叫 哇,熊猫舔了我的手 好可爱哟 之后人们靠得更近了 村民们呢 非常热烈地欢迎熊猫 哎,小朋友 你知道熊猫是吃什么围生的吗 没错,是竹子 可是在这么冷的北极 有竹子可以给熊猫吃吗 太奇怪了吧 那我们继续听故事咯 孩子们对熊猫又柔又棒 大人们呢 排着队 只是为了要跟熊猫合照 一个小孩大声地说 听说小猫吃竹子 可是村子里没有竹子 所以村民们拿出丰盛的肉 牛奶和新鲜的食物 暴风雪通通都吃光了 猎人在一旁看着 心里很不是滋味 原来啊,这只熊猫 是暴风雪用泥巴假装而成的 暴风雪一边吃着食物 一边庆幸自己 模仿了照片中的熊 它不过是将泥土涂抹在身上 就让曾经对自己丢石头的人类 主动递上了食物呢 暴风雪不明白原因 但是呢,它也不在乎 因为它有够多的食物可以吃 牛猫吃东西的样子真是有福气耶 啊,这一定是幸运的象征啦 我们的村庄啊,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哦 就是说啊,把熊猫变成我们村庄的吉祥物吧 嗯,那可以把熊猫做成观光商品贩卖啊 而且还可以在村庄路口 放一座巨大的熊猫雕像 对呀对呀,到了明年 一定会有很多观光客 它们为了看熊猫 然后就来到我们的村庄哦 等到这里成为观光顺地 我们就能赚很多很多的钱咯 啊,熊猫真的好可爱哦 村庄里每个人都非常喜爱熊猫 想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 大家生怕有人想独占熊猫呢 总是争相摸摸它 然后抱抱它 暴风雪呢 它则是开心得像是飞上天了 很快的暴风雪察觉到 周遭的气氛变得不同了 哦哦 暴风雪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泥土 早就已经剥落了 吓得赶紧逃离呢 村民们看到这个景象 发现居然是北极熊 大家都勃然大怒 开始追赶暴风雪 那只北极熊欺骗我们 要让它再也不敢踏进村庄里一步 猎人呢 猎人在哪里 村民们各个生气地大喊 北极的天空一片漆黑 就像人们的内心一样 猎人出现时 村庄里最年长的老人大声喊道 那只熊赶出这儿 让它永远无法再靠近这里 北极熊 它只会叫人麻烦呢 猎人觉得自己说的话果然没有错 它神气又迅速地拿起猎枪 朝着暴风雪射击 猎人的枪口擦出火花 子弹掠过暴风雪的耳边 暴风雪受到了惊吓而跑得更快乐 这时 漆黑的天空飘起了白色的雪花 猎人试试扣下第二次摆击 但刚喝完酒的它 瘦却不由自主地抖动 不听使唤 村民们在一旁催促着猎人 快点开箱啊快点 然后这只雪白 且名为暴风雪的北极熊 就这样消失在暴风雪中了 各位小朋友故事说完了 刚刚故事里有提到暴风雪是吃什么的吗 似乎没有耶 只有看到它在垃圾桶翻找食物对吧 那北极熊到底是吃什么呢 舰长呢在国家地理频道看到了关于北极的科普 来和小朋友分享哦 其实在北极的海滨呢 它不只是冰块而已哦 其实海滨里面还包覆了很多的绿褐色海藻 你从高高的高空看 其实它就有点像绿褐色的地毯 而海滨呢就有点像土壤 它们都一样非常重要 因为里面呢富含了很多的维生物 那小朋友 你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 所以北极熊它的食物是冰块大餐咯 当然不是这样 北极熊最爱吃的呢 是海豹 而海豹的食物从哪里来呢 从鱼 还有其他的浮游动物 那好啦 鱼跟浮游动物 它们又是吃什么呢 它们就是吃海滨里的海藻 所以当北极漫长黑暗的冬天过去之后 春天的太阳光让海藻不断生长 提供了浮游动物一顿丰富的大餐 等到夏天 海滨融化后 海藻呢 就会沉入海底 鱼啊 就会把这些沉入海底的沉淀物吃掉 而海豹呢 就会吃掉那些鱼 而北极熊呢 在吃这些海豹 这一个循环呢 我们就叫做食物链 好啦 可想而知 现在北极的冰块急速融化 所以这些海藻呢 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呢 刚刚经过一循环的食物链 你们也会知道其实呢 海豹也越来越少了 导致于北极熊 想要吃的食物 根本找不到 所以才会看到 刚刚故事里有说的 北极熊暴风雪 跑到人类的村庄里 翻找垃圾桶 那小朋友你有想过吗 如果我们没有珍惜食物 跟珍惜这块大自然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就跟暴风雪一样 到处翻找垃圾来吃呢 小朋友 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能做哪一些小事情 来保护这片土地呢 好啦各位小朋友 晚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托